今天很高興邀請到陳明朗 朗哥你接受訪問 早前你參與了表英藝術研究中心的證書課程 證書課程是關於實踐研究的 我們叫PAR 在這個課程裏做了一個小規模的PAR項目 今天邀請你來做訪問 想了解更多這個項目的做法 當中你自己做完後的發現和得著 作為開始 你和我們介紹這個項目的緣起 你如何開始構思這個PAR項目的 我是負責教化妝 一開始只有一個學期的選修科 沒可能在技巧上磨得很堅定 讓學生做很多技巧性的事 因為技巧性的事很快就會放低就沒有了 我將化妝技巧作為一種回介 讓學生學時覺藝術最基本的概念 嘗試模仿一些創作 例如畫一個特別的妝 如何嘗試去做 一開始只是這樣 後來我們希望讓學生可以參與學校製作 去做化妝師 將時間加長了 變成一個Dietrical Make-up 1和Dietrical Make-up 2 兩個學期 我們可以比較集中地練習技巧 特別是前一段要在技巧上 概念上比較困固地掌握了 然後在上面再加上去學習 我想建立一個比較老闆的基礎 然後在上面去學去做 還有一個就是 接著我們就有兩個學校製作 我要帶一些同學去做 正正就是兩個Make-up 1和Make-up 2 都開始 一個新的課程都開始 再加上兩個製作 接著我參加了這個製作 P.A.R. workshop 我覺得這個P.A.R. workshop 好像是專門為我而設 我的時間很適合 劇院的實習和課堂的教學 其實都是一個整體 而他們之間互相應該怎樣去配合 怎樣可以做到一個最好的教學 這就是我一個疑問 或者我想找答案 在這個時候我參加了 你們的P.A.R. workshop 要做一個這個project 我覺得很順理成章 就是這個時機 我便要做這件事 所以你亦都運用這個project的機會 我記得你主要想探索問題 但問題就是 到底一個課程裏面的 這個make-up'科程裏面的內容 可以如何跟製作結合 學生能否應用製作呢 作為老師的角色 如何支援學生做應用 你主要目標是探索這些部分 是的 我在這個項目中邀請了三位 Make Up One的同學去參加製作 他們只是上了前半個月 即是七個星期的課程 這七個星期的課程 我很集中教他們 立體結構化妝 一些最基本的概念和最基本的技巧 當然這可能是課堂教學的四分一 是一個很基礎的 是為以後的四分三 或者說以後他們這一世的學化妝的基礎 他們學了這麼多 在製作裏面的表現會如何呢 這是一個我想看到的東西 我想知道 亦都是求證一下 我的課程這樣安排 是否真的有效 是否真的最好 我們就這方面 在PAR的過程裏面 有甚麼觀察 你也有收集學生的資訊 學生的資訊又如何呢 那七堂如何幫助他們呢 我們基本上學立體結構 人面的基本結構是怎樣 我從一些特別的方法 大分面和小分面 一層一層去理解人面的結構 同時我們用光用色去表現立體感 在台上最有效率去表現立體感 用的工具也很簡單 用的技巧也很簡單 我想他們集中在概念上去理解 去掌握各種東西 還有一些原理 是的 入到台時他們實際要化妝 他們用得出來嗎 用得出來 而且超過了我的期望 是怎樣的 其中有一個要化一個腦妝 我未教到他們 那個腦妝應該怎樣化 化年齡妝怎樣化 未教的 但基於我們原來的概念 我跟他們解釋 在台上我們看到的腦 不是皺紋 不是其他 是一種結構特徵的改變 結構特徵的改變 在哪些部分效果是最好的呢 某些視覺元素是最有用的呢 即我們講 骨 譬如眉骨、眼窩、肌肉的變化 譬如苦淚紋 我是做最簡單的示範 做了一次 然後講解給他們聽 他們已經摘得到 還有一個就是 當他們做完之後 我無需要再去下手去改 我只不過再講給他們聽 我們完全是溝通到 他們已經可以做到 這個我開頭 我想像不到 原來最基礎的東西 他們掌握之後 其實可以舉一反三 去處理到很多 他們未必已經學過的課題 似乎掌握了一套基本原理 如你所說 可以應用在不同的例子 我亦聽到 這套的基礎 亦提供了一個共通語言 給你和學生溝通 所以你去解說一些東西 他們很容易會取得到 你想講甚麼 還有一個側面 我亦可以證實 他做一些從來未學過的東西 都做得到 亦即是說 我們以後的課題 在這個基礎上 累積一定是很有效果 另一方面 我知道你今次 當你探索學生 如何將他們學過的東西 應用在製作上 其實你在教學法上 自己都有一些嘗試 尤其是當學生 正在做製作的時候 其實你都嘗試 和以往的做法不同 就是你將自己擺在一個 可能不同的位置 或者不同的角色 和我們分享那部分的經驗 對 以往我帶些人去做製作 真的帶著去製作 但是如果我教學生 帶著去製作的時候 那些已經是成熟的化妝師 我講一下 目的就要很快去完成製作 但是在學校 入台的時間會長一些 他們可以磨一下 我就讓他們自己去試一下 因為在課堂裡面 我們很多時候 就是我做完示範 他們練習他們去做 但是在製作裡面 很多東西就是 忽然間我要轉動 導演喜歡這樣 designer要這樣 跟著演員覺得我要這樣 那麼多事情發生的時候 如何去處理 我覺得可以讓他們先試一下 試一下 你發覺有時他們搞定了 你跟他去鼓勵一下他 可以的 但是有時差一點點 他告訴他 解釋一下 不如這樣 這樣還好些 有時看到他們遇到問題 是有問題的 但是都讓他們先試完 其實這些 原來是一些 不是帶著他們學 而是跟著他們去觀察 在正確的時候 去跟他們再教他們 那個效果 我講是一種追蹤教學 不是帶著他們去做 而是看著他們去做 保持一個適當的距離 不要馬上去幫他 讓他們先試一下 你看一下 學校的時間 是足夠的 讓他們試一下 其實這個效果是很好的 我覺得 這是一個最大的分別 跟課堂教學最大的分別 這是在這個PAR project裡的發言 我也知道這個發言 除了你自己的觀察 其實也有學生直接給你的 feedback 因為在你做這個 research的時候 其實你也有去收集學生對於自己的學習經歷的感受 或者他的體驗是怎樣 我也記得有一個學生 他自己在給你的feedback裡 他也形容剛才你說的經驗 對他有什麼得著 他說 初初用的時候 當然是 將上課的東西來都用 但上課是一些記憶 他都努力去搜索記憶 去用出來 他覺得很好的地方 就是他可以有機會自己試一下 然後當你再去提點 他就會看到原來自己還有什麼未做到 但他之前已經做到一些事情 他覺得這兩重學習對他來說是很有價值 這是其中一個學生去印證你剛才所說 其實他們自己都覺得這是一個寶貴的學習過程 是呀 在這個過程中在PIR workshop裡 我們學會了盡量完整地收集一些資料 以前很少這樣做的嗎 很少想其他途徑 以前很靜地去想去看自己去整理 這樣就算了 沒有再仔細去問 有些東西應該是漏了 現在很切實地設一些問題去問學生 其實是很好 但但學生有時候是這樣的 我就是這個問題 我就問他們 因為我拉開這段距離 我就說 你覺得老師的支持夠不夠呢 那我要再加多一點 你要老實一點 因為有些學生 你跟兩個表演這麼忙 我說你不用給理由給我的 你老實一點說夠不夠 可以 因為我在試試你們 我在做實驗 你要坦白說給我聽才能幫到 可以或者不可以 夠或者不夠 那些學生都發覺 原來問問題 都要有技巧 才能問得到你要的答案 以前不用做 但現在覺得都很應該要做這件事 好 總結整個項目 做完這個研究 你自己對於 因為你最初問的時候 就是這個課程和製作之間的結合 上面的關係 總結你自己 由總體上對於這件事 有些什麼的發現 或者有些什麼的思考 本來我們的想法就是 我們完成了Make-up-1 然後Make-up-2 然後就去參加實習 本來以前是一個先後 讓他們學識完才去做 但這次原來發現 其實課室的課和實習 其實可以是平衡 不一定是先後的 因為在課室裡面學的東西 如果平衡去做的時候 他們立即可以用得到 新鮮熱辣是勞固很多 學得勞固很多 還有一個就是 他們可以發覺自己所學的東西 在做起來的時候 可以變出更多的東西出來 不只是這麼少的東西 這些變出來的東西 多了出來的 面對一些新的問題 儘管它是解決了 但是是否真的很牢固呢 他們回到課堂 他們希望可以繼續學得實在一些 即將問題在做的時候 帶回到課堂 這是課堂裡面的一些新的資源 給我們學 而且這樣的同學學得更加主動好一點 很多 他們的動力 他們的好奇心 我便會發覺 原來兩件事 平衡發展 同時發生的時候 比先後更加好 好奇心 所以我們就是 好奇心 我們都接受了 接受了我的建議 譬如我們一開始 去報Make-Ock-1的時候 其實可以同時報埋一個 製作實習 去參與製作實習 所以這個項目的實驗成果 其實是真正體驗在TA學校的課程上的安排 是的 多謝你和我們分享這個項目 最後想問你整個PAR的經驗 又對於你作為一個教授藝人 有甚麼得著 會否帶了一些新的想法或新的經驗 絕對是對我幫助很大 如果作為一個藝人 我以往做事的方式 就是我當然有觀察 有思考 有落一些結論和去做一些嘗試 但是這個過程 全部是在我自己裡面去完成了 是沒有辦法和別人分享的 我要把整理出來 變成一種教學資源 變成一些可以和大家分享的知識 PAR的過程是絕對幫到我 像剛才所說的 一些我觀察嘗試的東西 可以變成很實實在在 我們可以和學生分享去教學生 它是讓我找到一些很清晰的痕跡 以前是我在心裡的 未必看得到一些痕跡 但我只記得 如果我把所有東西記錄下來 和在問答溝通之中 變成一種我都看得見的痕跡 我可以拉開距離去看這件事 除了對我教學有幫助 其實我作為藝人 自己創作的過程 比以前那種習慣更加 我想那個思考會更加深 那個觀察會更加細緻 好啊 我們期待 未來會有再和你更多合作 去做更多不同的PAR Project 好啊 好啊 我想是有很多 我自己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好啊 好 好多謝你接受我們訪問